字幕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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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啰 大家欢迎回到Google 字幕支援 字幕支援 今天我们人在新达城 然后 今天是我们女儿的一个 生日的一个周末 因为明天就啦生日了 所以我们想要就是 拍一个比较随性的一个主题 就是 就是带大家看看我们在新加坡平时的周末如何度过 就是一个birthday weekend vlog 的概念 那我们现在只在新达成就要去走走吃东西 然后等一下要带女儿去玩玩 跟我们一起去吧! Let's go!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新达成一楼的这间Go Pizza 对面就是Shayshay 然后我们现在来这里吃早午餐 然后Go Pizza就是我之前 它在韩国还算是蛮有名的一间Pizza连锁店 然后我自己的Pizza也吃过,它蛮很期待的 我们也放下了两个烤餐 每个烤餐都有Pizza 然后一烤餐是烤薯条 然后另外一个套餐是雅汁炸鸡的 然后分别都有饮料 所以这样照下来两个套餐是30块超新的 我觉得偏贵了一点 那因为这间Let's go! 在韩国是很出名的 然后我们这一个是在我们吃过的 所以还蛮期待的 等食物来咯! 刚刚看我们的Pizza全部都到期了 然后这里的Pizza的那个外观呢 我觉得跟其他的那种Pizza连锁店的Pizza 看起来比较不一样 其他都是圆圆的嘛 然后这里的Pizza那是火圆形的 然后它的Pizza呢分别都是切了五片这样子 然后那我们现在就来试一下 那个American Cheese 它上面有一点关节酱 其实它的名叫American Cheese 但我觉得它们Cheese的味道没有很重 这块吃下去没有太多的Cheese 我觉得味道就蛮一般般的 但是它的那个Pizza的那个面粉呢 我觉得还不错 蛮好吃的 口感全身都还蛮Jewy的 有咬劲 Pizza皮本身不错 然后再来试一下它们的另外一个Pizza 口味是Meat Maniac 就是有很多种肉的一个Pizza 这乍汗下去呢 料就比较的那个还要丰富一点 上面就是满满的popping 然后整个重量也是有在的 还蛮重的 它上面的那个肉应该是Bugogi肉 看你看Bugogi的味道蛮香的 这个肉本身那个肉条呢 蛮咸的 然后再试一下的Pepperoni Pepperoni就是一般般的Pepperoni 就是带咸 但我觉得它的那个牛肉呢 吃饭蛮好吃的 因为它的那个Bugogi的那个腌制呢 很香 然后你看炸饭下去呢 它这个Pizza呢 就是采用了两种不同的姿势 有Shadow 也有Mozzarella 所以 它整个的cheese的那个口感呢 然后要比刚刚的那个American Cheese呢 还来的更强 更浓烈一点 其实我觉得 两个Pizza跟Pizza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胜出太多太多了 它吃得到那个肉的味道 然后吃那种cheese的味道 然后那个Pizza tea也很好吃 所以这个层次感呢比较多 但是如果你是那种想要就是吃Bizza吃爽的 或者就是小孩子吃的话呢 American Cheese 算是一个蛮好给小孩子吃的一个Pizza 因为它就是比较单调 然后小孩子不会吃得太食咸 这两个Pizza我觉得还ok 好 接下来吃一下两只炸鸡 然后两只炸鸡 我们叫的口味都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Snow garlic Snow garlic 之前我们在韩式炸鸡店呢 Churcher也是吃的 然后我自己也蛮喜欢Snow garlic口味的 所以现在下来试一下 他们这里有Snow garlic好不好吃 然后给的那两只炸鸡呢 部位都是一样的 就是鸡汁糖 然后那个大小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 就是不会太小不会太大 我觉得ok 现在来试一下它的那个外滴 它外滴上面呢 就撒了很多那个Snow garlic的那个粉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它的名字叫Snow garlic 然后上面还有一些香菜吧 吃一下的那个皮 哦 它皮炸的很脆很脆很好吃 然后它的皮也有腌制过的 所以咸咸 然后那个蒜的那个味道呢 是还蛮重一下的 然后你再看下去呢 它里面的肉的鸡汁 超级无敌汁的 再看下去那个鸡肉蒜是蛮不错的 它皮真的很香 它皮的那个蒜香真的是 呼吸而来 很喜欢 然后肉也是 因为它腌制其实一定是 渗入到那个肉体 让肉本身呢 非常的有味道 如果你来这里呢 只想吃炸鸡 我这样觉得也ok 好那进入一样呢 是他们这里的羊毛薯条 这里的羊毛薯条 感觉就是跟麦当劳的羊毛薯条差不多 只是他们这里的薯条偏细了一点 然后这个羊毛薯条也是 紫菜口味的 来试一下 它紫菜也有薯条很好吃 它有点紫菜的味道还蛮香的 然后你吃得到紫菜的味道 然后薯条呢也是炸的脆脆的那种 或是那种烧地烧地软掉的薯条 我觉得薯条也不太辛苦 薯条的这个头感呢 吃起来有点像筋炸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 如果没有吃过的话 可以去吃看看 因为他们也吃得不容易锁店 好 那我们先吃咯 好 那我们刚才吃完这个Go Pizza 我觉得总的来说它的Pizza呢 是还蛮不错吃的 可是我觉得MDP是那个炸鸡 炸鸡真的超爆好吃的 然后我们刚才看了它的那个店面的那些装潢呢 它其实最早期呢是从餐车开始做起 2016年的时候呢 它们是以餐车为主的 然后到现在呢 已经是好几家联手店的一个Pizza联手店了 我觉得还蛮厉害的 好 那我们就下一张见咯 Let's go 继续走 好 我们现在来到Mariner Square的一间小孩子做手工艺品的一间店 它叫Kidoto DIY Handicraft 然后我们现在就选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Doorhouse 然后我们的女儿就在那边把这个Doorhouse布置一下 我觉得这里还蛮好玩的就是 如果是小孩子的话 你可以带你小孩子来这里玩一两个小时 我觉得还OK 然后它这个Doorhouse一个是27块 然后它可以选一个大的玩具玩偶 然后可以选15个配件 然后还有很多那些贴纸可以给你布置这个 我觉得其实价钱方面还算OK 然后终于是小孩子可以安静于玩一下子 好的 我们做完了DIY布满了在这里 其实我觉得它除了考孩子的创意呢 也考父母亲的创意 因为这个其实几乎都是我们在帮女儿做的 然后很多都是我们自己的点子 然后我觉得它这间店 其实除了小孩子来呢 我觉得大人其实也可以来 因为它还蛮多那种DIY像是笔记本啊 或者是手提的镜子啊 我觉得大人也很适合耶 其实 不要只是以为小孩子才可以来 我觉得这个大人也可以来 27块这样子的一个作品 我觉得其实不算贵嘛 然后它自己外面也有很多小孩子的游乐设施 所以我觉得Marina Square二楼这里呢 蛮适合亲子们来的一个地方 下一站见 Let's go The Next Day 好 今天刚好是女儿生日 然后我们就带她来新加坡的科学中心呢 我们要来这里看一个表演 那表演的名字叫Magic Migoring 然后这个表演呢是10月3号到8号为止 然后它是一个part of那个SIM Festival SIM Festival是一年一度的科学中心的一个活动来的 然后它今年的呢 就会从10月底一直到11月5号 一共有6天的一个活动 大家可以带自己的小孩子来这里看观看看一下 然后现在我们要去看表演了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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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看完表演了 表演一共就是大概一个小时出 然后我觉得整个表演还蛮有趣的 就是三个表演者呢分别是唱歌 然后跟着去慕我玩 然后我觉得小孩子全部都看得还蛮入神的 然后我自己看到女儿也是看得还蛮开心的 就有笑 然后故事情间我觉得还不错啦 就小孩子喜欢那个故事情间 我就不如过说情间是什么 然后表演之后呢小孩子还可以到后面就是有一些 他们可以玩那些主菜啊那些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而且我觉得活动的那些主办单位呢 他们是会确保所有的小孩子都有机会参与那个活动 还蛮不错的 然后现在我们就要去吃 这些东西这里有一间我们自己试一下 觉得很好吃的一个印度餐厅 我们现在就要去吃看看 Let's go 好的我们刚坐进来这一间印度餐厅了 这间印度餐厅的名字叫做Phoenix Restaurant 然后它是位于新加坡特写中心Tip Stop的门口 所以如果你有带你小孩子来Tip Stop玩的话 我觉得可以顺便来吃这一间印度餐厅 这间印度餐厅的南呢是目前为止我真的吃到 我自己私心很满意的一个南 然后我觉得他们的价钱也还蛮佛心的 就没有到很贵 一般在一个Tracian的一个餐厅的话 价钱通常都会比较贵 那我们在这里的价钱还可以算清零 我们点了一个Galik Naan 一个Butter Naan 一个Chicken Tika 还有一个Butter Chicken 然后他们这里的Papada呢 这个是Free Flow的各位 因为如果你平时在外面的餐厅呢 我不是很清楚他们其他的印度餐厅是不是Free Flow 如果你是去这种印度煎饼Vodipada店的话呢 这个是要额外买的 是一块钱一小包 但是这里是Free Flow 而且它这里的超好吃 配上他们给的那个青色的那个奖呢 完美 然后现在我们要等我们的食物上桌 好的我们刚才吃完这间 Cenic Restaurant的 刚才那食物散播之后呢 全部都很像饿鬼这样就 炫风了把所有食物都吃完了 所以我们现在才出来讲 刚才吃饭的感言 刚才叫了那个Galik跟那个Butter Naan 我觉得它的Galik和Butter Naan 我觉得它的Galik和Butter Naan都非常的好吃 它的那个外皮就是脆脆的 然后里面的那个面粉是软软的 超好吃 Galik我觉得会更好吃 因为它的蒜头的味道很壮很香 我觉得比那个Butter的好吃 所以如果你们只是想要选一样Nan的话呢 我觉得推荐的是那个Galik的 然后接下来是那个Briani Rice 那个Briani Rice呢我们叫的是Plan的 然后它是一小小碗 分我们四个人吃 我觉得是刚刚好的 而且它的Briani Rice真的是超级无敌香 它的那个饭呢本身就有那个香味了 超好吃的 是我吃到目前为止 最好吃的那个Briani Rice 真的没有再夸张 然后我们吃的那个Butter Chicken呢 我们特地选的不辣的一位女儿可以吃 然后不辣的我自己觉得 那个Butter Chicken的那个味道还是蛮重的 可是我觉得今天有一点小小的不满意的是 它的鸡尾蛮重的 就之前我来吃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鸡尾是没有那么重的 今天的鸡尾特别重 可是它的那个Butter Chicken的那个 Soft呢还是非常的好吃 拿来配Briani或者是配那个Nan都非常的适合 然后我们也叫了一个Galikantiga Galikantiga就是烤过的一个烟熏鸡 它的那个烟熏的味道呢非常的香 就是它那个鸡的那个外皮呢 有点焦焦的那种感觉 吃起来很爽很好吃 那个Papada 我们也真的是赶赶给它 要了三分review 超好吃的 而且整体这样吃起来 真的是还蛮好吃的 我觉得这间 超级推荐 大家可以特地下来这里吃 这些印度餐厅Phoenix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Weekend Vlog 就到这里结束 如果喜欢我们这样子的 很随性的一个Weekend Vlog 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嘉义 给我们一个点鼓励 喜欢这些影片的话呢 请记得帮我们按个喜欢 还有没有订阅GoGalikantiga频道的话呢 赶紧订阅我们的频道 如果有什么影片 那种想看的话呢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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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